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马铃鱼昨江当家球星石坦顿 Giaglo Stanton交易到洋鸡 引起不少当地球迷的不满 许多马铃鱼球迷在文讯后在推特开炮 痛批总裁基特 Derek Jetter 有球迷批评 基特透过许多人合资来买马铃鱼 结果上任以来却不断卖球员 搞乱男佛罗里达 根本就是华尔街来的大骗子 基特的生涯最大成就 就是成为一个比罗瑞亚更烂的老板 还有不少球迷质疑基特 根本就是洋鸡派来的卧底 留言写下震撼 基特卖马铃鱼 买下天使 江楚奥特交易之洋鸡 嘲讽意味浓厚 基特上任以来 共卖掉石坦顿 戈登两名主力球员 为的是将团队薪资压低在5500万美元 预料未来还会有另一波交易将启动 基特美联社 基特华尔街坦顿